浦老师的书细细地读 其中有一段话呀 我特别地喜欢 就把它摘录在了我的小本本里边 在此我想先读一下 我曾经扮演过李白 曹操 曹植 朗读过很多大师 如苏东坡 陆游 文医多的美文 也演过莎士比亚 契赫夫 易补生 曹语和老舍等大师笔下的人物 与他们的灵魂信息接通 这灵魂对话 如同我们的无线电波 讯号 我似乎懂得了他们 他们的心灵在影响我们 我以角色的名义感悟并言行 是角色驱使我扮演了角色 在角色的大悲喜当中 得到滋养 获得体验 作为演员的我 人生经历从而丰富 我的境界也因此有了提升 朴老师演活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 而这些角色同时也滋养着朴老师 这样的双向奔赴 让生命充满了奇迹 也许你和我一样 对于朴老师艺术人生背后的故事 非常的好奇 那一会儿呢 我们就将邀请我们的朴老师 与我们共同来分享 他的人生经历 分享他与角色的故事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朴老师上台 拍到我们的朴老师 然后我们的朴老师 还要同时 那种地上 我们的朴老师 发现我们的朴老师 这些角色的故事 这些角色的故事 我们的朴老师 也一跟朴老师 我第一个都我们的这些角色 这些角色的故事 我在有一天晚上 那天晚上刚刚收到这本书 然后我就坐在书桌前细细地看 然后看到第一章就被里面的内容深深地吸引 当我看完整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凌晨 当时刚好看到窗外挂着一轮明月 就是您分底的那句话 我记得分底有一句话是 乘长风而来在明月已归 当时就突然有一种内心特别温暖的感觉 又有一种非常清凉洒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也许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我读您的书 有一段文字是讲到您小的时候的经历 从小你就跟着父亲在剧院长大 在剧院里边看戏是一件像吃饭睡觉一样 特别平常的事 那时候您年纪还小 但是呢已经把戏比天大这几个字 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我听说在我们仁义的排练厅 也有戏比天大这四个字 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几个字的呢 比天大的事还有很多 在对于我们这一行演戏的时候 那就应该有不顾一切的事 在旧场如旧火 出了错赶紧弥补 而观众不能在观众面前丢脸 这一切 你把它比喻成戏比天大吧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去从事每一个行业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这种专注很 这特别重要 然后王局长是体育出身 上场踢球的时候 那种精神上的纯粹性 上场踢球的时候 那种精神上的纯粹性 为什么叫体育呢 真是对人是一种教育 专注技术 专注合作 专注规则 专注你自己所有所有的目标 专注所有合作的伙伴 其实这都是教育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这话是我当时在中国女排 体验生活的时候说 我就看到他们打球的时候 那种专注 你看到每一个孩子 我们现在做的有小朋友 小朋友专注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许是做功课 也许是玩耍 也许是体育课的事 那个专注是人性中 最美最美的神态 这个专注 就是比什么都大的那件事 忘我的一种状态 我就觉得是这样的 他一定要 对 这种专注是人性中间 非常重要的品格 所以我觉得小的时候 该玩的时候就玩 玩的时候也专注 做功课的时候也专注 吃饭的时候专注 跟人交往的时候专注 眼对眼的看对方 敢于跟老师眼对眼 敢于在同学 刚才路过 咱们的那个 从楼边走的时候 那边小朋友在朗读 他那专注的声音 专注的表情 专注的语言 都是你所说的 比天大 在此时此刻 就是比天大 当然演完戏了 也有比戏还重要的事 所以肯定有的 它不能够 不是绝对的事 所以我就觉得 反而干好一件事 要有点 那种顾一切的那种精神 这就是叫 戏里天大 是的 是的 这种专注的状态 其实也会让我们 心生欢喜 我觉得都平衡的事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 从长风而来 在明月已归 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状态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睁开眼睛 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开始熟悉它 开始融入它 为这个世界 参与进来做点什么 然后就过去了 我们已经送到了 很多前辈了 他们已经载明月已归 其实什么都没带走 我就觉得 这就是 出入精神也好 这就是我们每天 拿得起放得下 今天这个事 干完了 不想了 准备等明天 就是我们每天每天 都得从开始到结束 从初级到高级 然后你又得放下 复零 就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就刻了一个读章 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 就是说刻一个 就不在乎 因为 其实心血付的很多 因为我们大概写就写了三十万的 最后形成的是二十万的字 删掉十万的字的时候 是挺累的 就反复的斟酌 一个星期也交不了稿 我们的编辑王靖就着急了 就催我 对啊 还有我们 这个陈敏老师 但是 就是 我就觉得 完了就完了 可是 这个 要跟读者见面 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就已经走了 有不下十个地方 搞得签售了 那我想 其实 出书 然后卖书 其实这个营销 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 让大家能看到 要借此机会 和大家见见面吧 聊聊天 我也放得下 没有什么准备 然后 今天身体还不大好 可能嗓子还哑了 喝点水 有热水 刚才您说到呀 从三十万字 后来呢 把它删减到了二十万字 那么 这其实也是一个 不断地去选择的过程 那说到选择 您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您说 人人都是哈姆雷特 人人都会有类似的处境 命运的选择 选择二字 是人必然面临的境遇 那么 在您的人生旅途当中 有哪几次 特别重要的选择呢 选择 这个挺难回答的 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今年七月份是 过了七十岁了 然后七十年过去之后 太多太多 可以回忆的事情 我们编辑 帮助我归拢了 十四个话题吧 就每面临一个话题 第一章的时候 脑子就出现好多好多的事情 他也是选择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 就是选择出来的事情 他就一下子就有了 是直觉 是吧 好多好多事情是直觉 选择 人生机遇真的很多很多 我遇到太多的机遇 也有坎坷 也是机遇 也有好运 运气就来了 我跟罗蒙 能够被罗蒙看上 也是机遇 我95年拍了《英雄无悔》 然后96年播出 然后盛军海老总 执意要找我 不行 你必须得答应 必须得答应 跑北京三次 我就来了 来做 然后到现在 就去年到现在 多少年 二十多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这是挺难度的 我们之间 就有这种 很真诚 很真诚 所以我也 我也没有辱墨罗蒙 我身材也基本没有 太大改变 还能穿得上 这身西装 今天太热了 我没有穿 所以我想 我愿意奉化这个地方 有很多 时装企业 西服品牌 这也挺难得的 一方水土 一方人 这边的审美 这边人 这种 在穿着上 有这样一种追求 有这样一种 手艺和技艺 然后能够 在全国服装行业中 我们能够成帮派 行风流 所以罗蒙西装 一直在穿 我就觉得 这也是你所说的 罗蒙选择我 我选择罗蒙 所以说 这是挺难得的 一个家伙 感激罗蒙 然后感激 我曾经 还有中午吃饭的时候 王机长还跟我说 说我们这边 有一个文化主题 叫 叫什么来什么 吃苦 叫得乐 是吃吗 不是吃 欲苦 欲苦 得乐 对 他实际上 人生中 我们每个人 其实因为有了苦难 才知道 幸福的价值 因为 有过心里面的 负面的 这种感受 对生活 对人生的感受 才会有对 人生的友情 人生的互助 才有对美好的 这样一种确认 对吧 他都是比较而来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都是我们的 机遇 是的 那么在刚才 朴老师的讲述过程当中 您刚才有讲到 您之前演过的一部作品 是《英雄无悔》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跟我们奉化结缘 然后 这部作品我也看过 您当时演的是 公安局长高天 那么听说 这部作品之后 您就是经常被邀请 到警校 到公安大学 去开展讲座 很多年过去了 有一些警察碰到您 还跟您说 当年呢 报考这个公安大学 是受了您 这个作品的影响 那我们看 当一个形象 一个角色 深入人心的时候 它就有着 改变人的 这样的一种力量 而这种改变 可能是人的一生 那么 在您的这个 演艺生涯当中 也还碰到过 类似这种既有意思 又特别有意义的 这样的 这样的手 我想肯定有很多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这也是机遇 我忘了 没有想到 他们就来找我了 一来来五六个人 然后说 我们这个 当年 在九十年代 出广东 是出这个 主旋律电视剧 最多的省份 什么 什么外来妹 最早啊 我们剧院的 陈晓逸演 然后还有 情满珠江 等等等等 又拿出一个 重步头来 二十六十集 他说我们的 主创团队 十来个人吧 每个人 写一个 就男主角找谁 他说我们所有人 都写的是你 你说你不来吗 我肯定来 得跟单位谈啊 因为单位有演出计划 我们话剧演出 也挺忙的 就做了好多好多 终于就来了 这是机遇 一排排到 当然 最后没有排到六十集 最终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的时候 就变成了三十七集 就是不要太长 但是拍摄很长 拍摄了七八个月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一个创作经历 这么长时间 这也是我第一次 在长连续剧中 担任主角 我觉得 也是机遇 也是他们对我的选择 最好玩的是 全国热播 有一次在街上走 看到 电视里头有播英雄无悔的画面 仔细一听说的是新疆话 然后是新疆卫视 然后录音成新疆话 我能说新疆话 这挺好玩的 然后站在那看半天 老板还认识我了 还给我哈梅瓜吃 对 就是 就是 人生有过一次 其实要说名利场 我说演员 拍场连续剧 是出名的一个机会 让全国老百姓 能够坐在电视机前 能看到你 演话剧 演一千场也做不到 一场九百个人 演一百场才九万个人 这电视剧 大概 中流以上的电视剧 那就是上百万的人 特别是在电视剧的黄金时代 特别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电视剧 真的是黄金时代 好电视剧是万人空相的 都在家里看电视剧 看不上电视剧 只剁脚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伙 在议论电视剧 所以说那段时间 我赶上了一个 好的时代 电视传媒业的一个大发展 我们 我们也有机遇 我父亲都说 你碰上好时候了 我们怎么可能 朱旭老师 我在书里写了 他说我演了一辈子戏 我都没被人认出过来 他拍了两集电视剧 叫奖金 第二天播出完了 就上街买菜 人家就认出说 老爷子 那奖金发没发到底 他说你看 他一拍电视剧就有认识 认识我 这电视 所以我就说 拍电视剧为全国观众服务 但是近些年很少排了 因为在我们剧团 也负点责任 然后出来的时间少了 因为我们剧院 定计划 都是提前一年就定了 那么电视剧和电影 这种机会 王老是临时找的 提前一个月 两个月 那个时间已经都 都定完了 所以说现在拍的少了 对 虽然拍的少 但是观众心里一直记得 但是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您在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时间里 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这个 话剧艺术当中呢 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 在吸引您呢 讲大道理有 我从小在剧团里长大 然后我又留在这个剧团里 最后绕了一大圈 还能够来到这个剧院 这个剧院给我的位置 都是舞台中间的 这都是机会啊 我的人生的机会 我跟我同龄的很多朋友 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也下乡的知青 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机会 哪里能够一下地走到 舞台的中间 走到那个位置上来 这是机会给我的 然后剧院里有这么多前辈 可以学 我今天所写的这些东西也好 我今天能够有一点资历 能够说一点什么 其实也是像前辈们 学的那点东西的 支离破碎 集合在我身上 支离破碎 零零碎碎的在我身上 整合成我的东西 一定是这样的 我如果真的能够学精 学透 我还能够进 搞艺术 没有基本功 不行 原来这个道理 四十岁以后才懂 所以现在我在回过头来 现在在教学 翻回头来 所有不对的地方 都和基本功有关 那么我自己也从头学起 学基本功 那么我要求演员 学生们 不要忘记基本功的基础 然后你才能够白尺干头 一加一等于二一定是不能错的 才能到V积分 那一加一等于二有的时候差一点 那越差越大 所以说很多很多演员 能够长时间地干下去 能够做一辈子演员 能够一直有进步 这和基本功有关 英雄乌悔那时候还不大懂 那时候95年 我刚刚过四十 还不懂 我所说的基本功是舞台基本功 当然电影电视也有他们的基本功 但是舞台基本功 真的首先是语言 是肢体的 身体的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意识 没有使用自己身体的意识 光凭一张脸在舞台上不够的 要用动作去 身体的一个感染力 这些都是经验 这就是你 对 机遇 是的 那么我在书中看到 您演李白演了三十多年 那么对于这个李白 倾注了这么多的 这样的一种热爱 我特别的好奇 您跟李白之间 有怎么样的一种 带给您怎样一种内心的这样的一份感动 会一直 会让你一直演这个角色 已经又有两三年没演了 疫情的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插着空演了一下 二一年大概是 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演不动了 因为膝盖不好了 然后还要舞剑 还要蹲下去 等等的 但是剧院里头跟我谈 就这两天 说明年能不能安排 希望我再演一轮 是不是告别演出就不知道了 对啊 那告别演出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气力和膝盖可能都有点问题 我总觉得 没有史上那个劲儿不是李白 这也是我的机遇 你说 你的机遇也好 选择 命运选择我 一开始不是我演的 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 是希望余时之老师演 余时之老师在90年的时候 不过也就是60岁刚过 90年 但是他说他没有气力了 演不动 后来又分配一个演员 演 他出去拍电视剧去了 演没有演 那么就到我这儿了 90年 91年 91年首演了 他今年已经30年了 是不是还能再演 大概是90年 首演90年 争取吧 要说李白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李白 有一个俄国艺术家 他在我们这儿排海鸥 去科夫的海鸥 我们给他送行的时候 正好他在排练过程中 发生了 苏联变成俄罗斯的819事件 他非常痛苦 他是布尔什维克 他是演员工会主席 他很痛苦 然后没过几天晚上 我们就跟演出了 他就回去了 那时候已经去俄罗斯了 他在机场 9点钟的时候 早晨9点就喝得 已经喝醉了 穿得 就是 一关不整 他说我要留在中国 如果说这要叛逃 我也承认 我要在中国做李白 当时翻译给我们的时候 就觉得挺奇怪的 他他说了一句 我想在中国做李白 李白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呢 大概是他的那种自由性情吧 他那种帅 帅真 长安三万里的动画片 他也突出了这个 一个李的 一般的一个诗人 他的诗人在当年 应该算流行诗歌 顺口就来了 特别朗朗上口 不是反复斟酌 但是出来的就是 带着才气 带着他的那种人生的 那样一种 非常真挚的那种反应 说真话 淋漓尽致地说真话 我们有的时候 不能说真话 老是酒后才可吐真言 他就是没有约束 没有自我约束起码 他生活中什么时候 都是吐真言 那么他像是一个 楷模一样的影响着 哪怕一直影响到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 他的后人 我就觉得 李白 我们想象李白 可能也是这样的 他的财情是 抑制不住的 挺好玩的 我李白的诗歌 我们也愿意去读 就是 其实上口 就是 要说大白话 全是大白话 但是他又在一诗的境界中间 小朋友们现在都会被理外的诗 最简单的就是床间明月光 然后 然后 还有好多 这个 蜀道南啊 然后 天母音流别 做了一个梦 还有强劲酒 蜀道南 前两年我读过 我突然发现 他不是在写 写秦岭的险恶的山 他借欲 名利之徒 不可攀 凶险 他说了半天 其实他讲的是 人的虚伪 劝戒 不要去 锦城虽云乐 不如找还家 就是 就是成都那地方 虽然好 别去 不如 待在西安好 他 待在长安好 他两次入道 他一定不是 那种 直白地写一个 写那个书包 蜀道南 他一定是 介遇 诗歌一定要 要有这种对比 介遇 还有 我跟大家讲 比如大家伙都知道 都会读的那个 《朝思白地》 我在飞机上看刊物 就看 解读 两岸 冤声提不住 他说 李白 其实两岸 冤声提不住 不是说的 元侯叫 两边 三峡 那下 有元侯叫 是所有 诬陷过他的人 他从 他从江南 一直被压解 压解到奉劫 白地城 他沿途受了多少委屈 他误入乱党之争 他受了多么大的挫折和冤枉 两岸原生提不住 这个诗如果这样一句诸解 他就又有深度了 他有人生 他有人生的旷位 人生在他这个瞬间大欢喜 大悲痛的那个点 那一天他怎么过来的 我想象不出 他如果离开奉劫 渡过 渡过这个三峡 所谓的长流夜郎 就是现在据说为了李白 这个又要把一个地名 确定为叫夜郎 实际上云贵之间的一个地方 老是年间的地方 现在据说查不到夜郎是哪里 就是云贵 知道交接处 他再也没有修生涅迹了 李白再也没有了 恰恰恰恰恰就在那瞬间 皇帝大赦 有他的名字 他得多么的高兴 千里将临 一日还 清州已过 大家伙都把我们承受的苦难 我们所肩负的 要完成非常非常 我们终于完成了 胜利的时候 都有那种 没关系我老踩 我不再踩他了 都有那个清州已过的 如释众复一般的 这种心态 他这种诗就写到人的心坎上了 就写到人的那种 哎呀 他怎么一语道破 那是我在飞机上 读刊物的时候 读到的 一下子我就更有体会了 就更懂他了 这其实就是穿越时空 内心当中忽然那么一闪 如此懂他 感谢朴老师 让我们对于这首诗 又有了更深的解读 那么其实李白 它不仅仅只是李白 它其实契合我们 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声音 它如此帅真 这种正直 善良 洒脱 它映合着我们内心的这个声音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过去的 到如今 我们都还如此喜欢李白 那说到这个角色 我想到您 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 是红衣法师 这个角色呢 您在书中说到的时候 你说有那么一瞬 你甚至有一种 像随他而去的感觉 我不知道当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您说演员会入戏吗 入戏 我不知道在这当说不当说 没关系 我很坦白 很多人问我 你们演员是真的假的 你们演戏真入戏吗 演爱情戏的时候 你们真的入吗 我说真的 他说真的啊 我说真的 你看 你看拥抱亲吻 他的那个角度啊 是老师年间那种观念 男女瘦瘦不亲 或者再说绝对一点吧 就鲁迅先生说 他看到胳膊 便想到全真 他有这种 自我的这种 不是真的 演员这行需要有信念 或者叫信仰 我在 假定的艺术创作中间 完成真实的表现 是角色 驱使我 完成 我让角色驱使我 这是演员 能当演员 他的第一个基本功就是 你要相信你是那个角色 他也要相信对手 但是演完了就完了 他是一个进出的过程 他就像我们一开始已经谈到的开始和结束 是吧 他就成长风 载明月 他是有结束的 一定要真的 要真诚的 红衣法师 是大家 都敬仰的 我们 近代 非常了不起的 高僧 在他的那个年龄段 还有很多 但是我唯独现在乐道于红衣 其他还有很多啊 虚云大师啊 太虚法师啊 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 为佛教 这个传承 做的 非常了不起的修行的人 但红衣大师更接近于我们 更接近于 佛家的这样一种文化的 这种特质 就是他一定要从俗界 是吧 入佛 他不是与生觉 不是世期的 不是天生的 那有慧根可能三岁也可以 但是一定是从人间 从凡间来 他要有这样一个 提升也好 升华过程 一定要有这种 本心的生成 所以说他跟我们 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我们都做不到 他的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 敬仰这样的人 所以丰兹凯先生 在说红衣法师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 我看红衣法师 我想 人生不过三层楼 第一层楼 衣食住行 妻子儿女 荣华富贵 这是世俗生活 我们满足于 我们平常的这种 世俗生活 不过如此 烟火器 第二个层楼 说还有人生 角力的人 还有人生 再去张望 还有没有新的高度 他发现了 有个楼梯 第二层楼 精神生活 啊 我们要快乐 快乐 能让人的 世俗生活的品质 能够得以提高 但是快乐的生活 精神的生活 是什么呢 通常可以讲 就是文学艺术 他把世俗生活中的 所有人的感知 这种感知 提炼成文字 提炼成 演化成歌曲 幻化成图画 而变成各种各样的 能够表达他心情的那种技术 叫艺术 但是艺术 不能当饭吃 我当然我们干艺术的 挣这笔钱 但是艺术 创作 它本质上 它是精神上的一种表达 它是 宋泽凯先生的解释是 是暂时的 像昙花一现一般 或者是 有墨镜的 就是 就到头了 说一无止境 但是艺术如果在没有高的境界的 自我反省的那种能力的时候 艺术是有到头的时候 有边界 出不了边界 有时候我们怎么要突破呀 老再说突破呀 要创新啊 但是如果那根扎得不深 基础打得不牢 创新 和这突破 往往出不了 特别难 传世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精神生活 他又觉得 还不满足 这太多太多的 文艺呀 然后 还要往上张望的时候 这三层都是灵魂生活 灵魂生活 实际上是 去寻找一种 精神快乐的永恒 脱离物质 脱离 精神生活 它有一个 持恒的那样一个生活状态 他说那叫宗教生活 这是红衣法师 最后他想做的事 风则凯说 我只是在一层和二层之间 来回上下 而抬头张望三层而已 他最后不过是个居士而已 但是他景仰红衣法师 他说红衣法师是 是从一层楼 奋力地直上三层楼 他在二层的时候 也是金石传客 诗琴书画的大家 还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人 春柳社是他第一个组织的 中国话剧剧社 然后音乐无限谱 他推广了 他搞音乐杂志 油画 裸体素描 他推广 红衣法师在当年的文艺界 是了不起的大家 但是由于 他自己生命中间的内忧外患 一定原于他自己 一定不仅仅 我想不仅仅是境界的升华 没有那种 他一定有本身生命中 非常真诚的需求 他的生命困境 其实很具体的 那么他想脱离他 我在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拍摄 红衣法师的时候 开元寺的 这个大和尚 就跟我说 有两个参观 红衣大师纪念馆的人 在争论不休 红衣法师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从李师童 变成红衣法师 他是真的 入了佛性吗 你看 他在书桌上 还有一个石牌 刻着不尽女色 当然那是展览的东西 不定红衣法师 什么时候东西 他有那么一个牌子 他说 因为有才使劲想 没有嘛 对吧 石石 石石秦博士 务实染成来 你看 他说他还有 后来 这个道元法师就跟他讲 你们俩要争论 你们是有爱的境界 在评判无爱的 那个 无爱的境界 有爱就是妨碍的爱 就是你们在世俗价值观中间 无法去评价 这种纯粹性 无法去解读那个信仰 我们就像平常 我买菜过日的人 我们不可想象 为什么要喜马拉雅山去盘登 为什么要去探险 去南极那干嘛 没有办法理解 对 他当然有国家任务 但是从科学本质上来讲 他就有人 就好于去探索 他那种信仰 他那种精神 驱动他不顾一切 要把他排好 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 就要专注 要相信这个角色 相信我就是 那是04年 什么减肥药都没吃 迅速地就20斤就没了 迅速 就是在半个月之内 什么减肥药都没吃 怎么来的呢 不就是 摄制组都吃盒饭吗 人家吃一盒 我吃半盒不就完了 就是这样 就一下子就 很快很快的 就 模样就有 一天到晚 因为 我也不说话 除了台戏 就在那待着 别人去吃饭了 我看机器 就人很静很静很静 没有多余的话 他就很安静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 那个瞬间 是排 他剃肚的那一瞬 他所跪的那个地方 就是当年他跪的地方 他仰脸 看那个巨大的释迦 释迦摩尼的那个角度 就是红衣法 是当年 他仰脸 和释迦摩尼 就是这尊佛 他和他对视的一个角度 他这个里面有一种 神通一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紫情此景 就是完全能够感受到 他的这样一种心境 我有这种感受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在 很漫长的历史空间中间 我们好像有一种接通 接通了一个 一个系 信息 接通了一个系统 你的空间一下 大的很多 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些 面临的事情 你看到的 或者你感受到的那空间 突然间 就一下子就有了 但是 就这一瞬间 因为 还没开拍呢 头头还没剃呢 是真的在那剃的 让那个镜头拍着 然后一刀一刀地剃 但是剃完以后 再仰脸 仍旧还是很感寒怒 就是 是不是 这么去想 但是很快就打笑了 马上就 马上就把那念头 因为我了却 无法了却 我自己 在世俗生活中 还未干完的事情 所以你看 从04年到现在 又快20年了 今天23年了 我还没了却了 还没了却 我要 我要真的 那时候 而且你要问自己 是真的假的 是一时的 还是真的做好准备了 是一时的 是一时的 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体验 所以我特别羡慕啊 就是说 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让自己的生命的这种 宽度在不断地拓展 与过去对话 与很多的角色对话 不断地去拓展 那今天在座的呢 我们的伙伴 不仅仅是您的影迷 当我们看到 您一次一次 投身公益事业 看到您成为 艾滋病 这个 宣传防控 还有是无偿献血 禁毒等 公益事业当中的时候 都非常的敬佩 那么我想 在这么多年的 公益事业当中 肯定发生过很多 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没有 已经很多年 特别是疫情了 我们都停下来了 今年是中国防治艾滋病协会成立 三十周年 三十周年 我们从八几年开始 八十年末开始 九几年 就是九三年 艾滋病协会 说我还前两天 要在家里写 写这个 他说印刷东西 写几句话 我们国家在一个階段中 面临的大困境之一 是艾滋病的事情 猝不及防 因为那个时候 突然 没有相关的政策配套 管理 控制 因为无偿献血 没推广 我们需要大量的血浆 支持医疗 那么卖血 成为了商品 商品帮助 因为没有相关的政策 配套 这种艾滋病的问题 就出现了 艾滋病其实是 八几年就在 这个世界别的地方 就发生了 在中国发生的第一类 艾滋病的 那个发现 时间是 九一年 但是也 不过就一例 不过是 而是外来人口 但是慢慢的蔓延 是 它因为是一个血液传播 性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 就母亲生孩子 孩子可能会 也被感染 中国在一定的时期 毒品问题 有些严重 特别是边境地区 毒品问题 和艾滋病问题 结合在一起 那么 由于 不度的 没有管理的 一种卖血行为 共用针头 就交叉 感染很厉害 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之后 国家 有一点 那么需要 全社会动员起来 来面对这件事情 宣传 这个 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不要恐慌 因为艾滋病感染者 本身 它有潜伏期 同时它又携带病毒的这种人 它并不发病 生活中都没有表现 但是它并不是 是携带者 它可能因为血液问题和性 这个性的生活 积极地传播 全社会需要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有罗蒙这样的企业 我也不只是罗蒙 也有个别的企业 做广告代言 社会公益事情 也要借鉴这件事情 我说那好啊 真的 你可以给企业代言 你可以挣钱 这个事不要挣钱 这是可以 它找我谈的话 就很自然就答应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真的 然后你看 当时还想 全世界很知名的名人 都在做这件事情 好啊 就做了 做起来就发现 不仅仅是说几句话的事情 拍一个广告就完了 它要有很多的活动 很多很多的电视传媒 要和你合作来讲解 同时 说一千到一万 你自己去做一下 那真的是自己的动力 我到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去生活一天 就是电视台和卫生部 当年叫卫生部 现在叫卫健委 当时 他们马上会反映这件事情 很重要 这件事情很重要 东方时空 组成了一个五人的摄制度 就跟我们到了山西 然后去了 在他们家里 要保护他的 这种 这种 名誉的权益 还不能让村子里面发现 悄悄的 一辆车转一圈 赶紧下来 进他们家门 车开走 在他家 然后拍了一天 在他们家的生活 一会儿吃饭 包饺子 住没在那住 那么这个 就播出之后 他的反响就比你 讲道理啊 在电视台说 说半天啊 你知道 确实是 就正常的生活 接触不会被感染 因为 皮肤是我们人体上 我们最好的一个保护层 一个病毒的血液 如果低在我的手背上 没有创伤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就讲了一道理 你用他们家的碗筷 用他家 我甚至是用 用他的毛巾在擦手 都没有问题 就像做这些事情 我很高兴 也 我有机遇 而且我 然后突然发现这个舞台 可能比话剧舞台 比影视舞台 也不小的一个舞台 对啊 你说那个笑脸 常常出现在公益广告上 我到南京去 南京下的火车 正在刷火车的那大姐 他们就叫唤 快看快看 他们记不住我的名字叫什么 他说艾滋病那个东西 南京话 哪个东西 艾滋病那个东西来了 他是口头的加一个哪个东西 挺好玩 后来我跟别人讲的时候 我说我很高兴 大家伙看到我的形象 就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就能够关注这件事情 这本身也是挺好的社会效应 是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下午我在这里化妆的时候 然后我的化妆师 我跟他说起下午要访谈一位 普春希老师 然后他就说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那个经常做公益的那位明星 他当时就是这样 第一句话就跟我讲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形象 非常地深入人心 我在书中看到有这么一段话 您是这么说的 你说这是一个干净年轻的孩子 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但是就这样无知无觉地 被病毒所伤害了 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特别地心痛 我就觉得 真的是因为这样的无知无觉 所以我们有需要更多的人 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我们繁荣富强的祖国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应该把它遏制住 我们现在整个的国家的政策 和我们县级医院都有这种检测机构 在一定程度上 从我们社会空间上 已经遏制住 艾滋病这个势头 但是同时我们 让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 体会到国家社会 对他们的关怀 对他们的照顾 使得他们配合国家和全社会 他们自己本身用自己的行动 投入到防止艾滋病 继续蔓延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说艾滋到我为止 这是他们应该树立起来的信件 艾滋到我为止 我不再传染了 那一定要使用安全套 一定血液 在可能有传播的危险情况下 一定要告知医生 他去看病了 一定要告知医生 这都是他自己应该主动做的 因为本身社会 对艾滋病感染者 减少或者消除了歧视 他们应该和社会一起 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 他们也应该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世界这个卫生署 联合国卫生署 应该就提出了林艾滋的口号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大可能 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林艾滋感染 挺难的 但是我们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比较控制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学 大学里面还有很多年轻的孩子 有同性的问题 就很糟糕 男男同性的问题 我们重点做这工作 所以我们一起 有时候经常到大学去宣传 防晒这种事情 直接就讲 直接讲 不用 要脱敏 不要敏感 因为 因为 这个健康的 性生活知识 应该让 起码让高中的孩子 以上就应该了解了 去跟他们讲 讲那个 红灯和斑马线的重要性 讲规则 讲人生 除了健康 还有安全观念 人生有安全观念 要不然你就会被车撞 你闯红灯也好 不走斑马线也好 都不行 所以说 预防艾滋病的事情 现在应该是 国家已经在这方面 脱离困境 应该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参与 参与这件事情 感谢朴老师 那么此时呢 我看到我们观众 也是翘首以待 那接下来我们就 给我们观众 一个机会 好不好 一个机会啊 让我们观众 来向我们朴老师 提一个问题啊 那当然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我看到有这么多人举手 那好 那这位最角落的伙伴 离我们最远啊 然后我们邀请这位女士 可以吗 福老师好 我是您的影迷 因为我小的时候 至少看过五遍 您主演的清凉寺终生 我想请问您一下 您演过茶馆 演过哈姆雷特 这样的经典戏剧 您也演过很多的影视剧 我想请问 在您眼中 那些经典戏剧 它经久不变的魅力 在哪里 谢谢 文艺作品 电影电视也好 话剧舞台上也好 其实在给我们呈现 不同样式的人生 人生的境遇 在讲故事 在我们所熟悉和不熟悉的 那个空间中 我们会了解 太多太多的故事 太多太多的历史 太多太多的 不同的人生的样子 这是大家伙 对于艺术感 好奇或者是 愿意看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把 我们其实是形象文学 我们把文字 变成形象 变成电影啊 电视剧啊 变成舞台样子 我们像 把描写一个人 把他演成一个人 这也是大家伙 最关注的 人是最关注人的 人 这个 布景 在那儿很好看的布景 只要出现人 人一张嘴说话 人一有自己的意念 你的视觉 一定去关注人 所以演员 是一个作品中间 最大面积 所以演员的 在艺术作品中 担当了很重要的职责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把 把人演好 我们这个学问 应该也是一种学科吧 如果不真 你不相信它 虚假 你不相信它 虚假 这就没有艺术魅力 所以我讲 经典也好 所有传世的 所有的经典 哪怕包括文学 白纸黑字 是吧 把人 刻画得 叙叙如生 把思想 这个阐述的 如此的清晰 而深刻 而丰富 而有趣 这都是 我们乐于所见的 我们 尽可能地去 像有很多人的作品 演了几百年了 像莎士比亚 已经四百年了 我们还在演绎 它的故事 对吧 特别有意思 把大家伙 熟悉和不熟悉的故事 重新在舞台上 我们是一个 诚实的专业 不诚实的话 很糟糕 慢慢慢慢 就没有人买一票 所以说 我是观众的 期票 为我交的学费 我走到今天 是吧 每一年出一期 就是学 因为我没有上过 艺术院校 二十四 四岁之前 我都在下乡 在劳动 干农活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今天 我稍稍进步了 回头看 刚才你说的 李白啊等等 都是三十年前 确实演得不好 但是因为剧本好 因为整个舞台 呈现的样子好 观众会原谅你 那时候有人买票 现在也有人买票 所以我就说 观众买票 替我交学费 让我成长 所以说 经典需要传承 像我最近 导演 导演的雷宇 过两天在杭州演出 就是曹宇先生 已经快 九十年 1934年 1933年写的 三四年发表的雷宇 之后 它一系列的四部 画剧 都是在十年之内完成的 开启了中国 画剧 的一个新纪元 就是我们有自己 创作的大型画剧了 它的文笔 它的 主题 不亚于 可以和世界对话的 但是我们 演了八十多年 一直是一个样子 我在21年 我有点不老实 有点野心 我把它改动了 怎么改动呢 其实是回到 三四年的基本 因为1956年 重新修订了 一个新版本 因为在那个 沸腾的年代 曹宇先生觉得 自己的作品旧了 我的作品 新中国还能演吗 于是他自己参加 修订了一个版本 修订了一个版本 那我在2021年 我又把三四年的剧本 进行了梳理 又出现了 大家我没看到过的 雷雨的情节 这就是刚才 这位朋友说的 我们要把经典 传承下去 我们要 必须在经典中 发现 新大陆 所以文学作品的 每一个读者 都是创作的参与者 我相信作家们 也会同意我这句话 就是你 你参与到这个 作品的解读 才是这个创作 作品的解读 就是着力地在表演 你必须很真实 同时很自然 甚至在美学上 留有余地 在美学上留有余地 在美学上留有余地 让观众猜 让观众去 让观众去补充 这个表演 才真的叫 吸引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 做好这样的事情 大家应该有自己的 就像每一个读者一样 都应该有自己的 直觉 解读 因为那个 此时此刻的文字 属于你 此时此刻的那个观赏 是属于观众 我一定要和观众在一起 所以说 我跟演员们在谈 演戏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直雇自己 拿一个剧本 赶紧找自个儿 什么词 我什么时候出场 都画线 排练的时候 你必须雇别人了 如果会演戏的人 你怎么说 我这已经有了 我怎么对 上了台 一定要懂得观众 一定要把自己 所有的表演信息 出台口 不能够出去 就掉在地上 不能够出去 就掉在地上 不能够自己过 不能够出去 就掉在地上 自顾自 自顾自 在传递 外在的技术 在传递你内心的感受 我们话剧 像戏曲学习 就学这点 传递出去 不能自己 晕在自己身上 要懂得观众怎么看你 这个东西是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也不能够完全讨好观众 又不能够只沉迷在自己的 好的艺术作品 如果能够演出 没有好的演出品质 它也传不下去了 所以要有好的表演 去完成形象文学的 不断地演绎 我相信曹宇先生的作品 我相信曹宇先生的作品 二百年以后 在中国 还有人在演 还有人同亲去演绎它 如果有兴趣的话 跑杭州去看 这一月的九号和十号 但是我知道 还会有很多的 后来的年轻演员和导演们 对曹宇先生的作品 我们居然就有雷鱼有两台 有老子 原也有老子 日出也有老子 北京人也有 就是因为曹宇先生是我们的院长 老院长 讲不完的曹宇 演不进的雷鱼 谢谢你 感谢 感谢福老师 经典需要传承 并且不断地去挖掘它新的内涵 就是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和人性 已经到了极致的边缘 你哪怕讲奥塞罗 他写一个人的嫉妒 嫉妒到什么时候 那个沙士比亚他把所有人的那种嫉妒 全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到位了 这再怎么嫉妒 一个人他怎么那么嫉妒 超过奥塞罗 曹宇先生写的这雷鱼的人物的命运 真的到了人的这种命运 这种极致的边缘 再也写不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当鲁妈看到自己的亲身骨肉 两个亲身骨肉互相之间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她得多么痛苦啊 我们演员用多么大的情感 才能够表现出天地不仁 孩子你们不能在一块啊 你们是 是童母 他的这个雷鱼 那劈雷闪电和天地 要参与到表演中来 所以我的这种内心感受 就觉得 这四缝 怀孕有三个月了 他已经直里抱不住火了 他就跑 我们设计了 他早就准备好包袱 他一再 一再地骗 一再地骗 他就维护自己的那个 维护自己的那个 作为人的尊严 他什么都不懂得 干干净净的孩子 他不知道世道的凶险 他走到了这个局质 我们怎么让 今天的观众 没有四缝 没有鲁世平这样身 没有四缝 没有鲁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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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等这样的命运 我们的 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会丰富极了 也会通过他们 你想到自己 我没有这样 我注定我这辈子 不会这样 但是你知道 有一个极限 你知道有一个边缘 和 和 道路 我们不会走那样的道路 感谢感谢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好 好 那么在中间的这位伙伴呢 他举手举了很 没有鲁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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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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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戏剧爱好者 我一直记得一句话 就是生活欠你的 戏剧会加倍的还给力 所以我今天在那个书长当中 听到这么个消息 我就一直打击到这里 我觉得生活就是 不断地在遗憾当中 成全当中度过的 您刚才说去看雷雨 我一直抓不到这个票 您能告诉我 怎么能得到这个票吗 我可以那个 我刚才在听你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素人 那个位置其实不是我的 但是 我是一个很遵守纪律的人 但是我今天不管不顾的 就坐在中间 我那么近距离地看到你 我觉得今天很幸福 我当时在胡州一宗工作的时候 我们整个办公室的女老师 全都在仰慕高天 我们都在羡慕没有结婚的老师 没有结婚的老师说 我也够不到高天 但是我们都非常地欣赏你 今天我代表我原来的同事 对当时你塑造的高天 表示敬仰 谢谢您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我曾经在一个节目当中 看到您跟翟天玲先生 朗诵的《如果没有礼白》 当时我的感觉不一定对 我觉得翟天玲是天分型的 您可能是后天跟我一样 我也是天生奴顿的一个人 但是我今天听完以后 我觉得 翟天玲可能更适合演的是 清晨 更适合的是沧桑的礼白 其实这个静晴商上的礼白 其实很适合您来演 所以我是退休了 我申请了提前五年的退休 我想爱戏剧 我的家人说 除了戏剧我们还得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付出是很值得的 我为自己再活 所以我准备明年的秋天 我跟我的学生约定了 我准备在北京仁衣附近 租一个小小的房子 就是来追你们剧团的剧 所以 对对对 今天我知道您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不能够太多地打搅你 我祝您健康 祝您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同时邀请您 把您的作品带到我们宁波来 我们宁波 我来的时候 98年曾经是文化的荒漠 现在观众非常之多 尤其是戏剧 一票难求 谢谢您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我们这位观众 对于浦老师的喜爱 对于艺术的挚爱 哇 我听着也非常的感动 更感谢我们的浦老师 感谢浦老师真诚而精彩的讲述 在我的身边我感觉是一位师长 更像是一位老友 然后 我特别喜欢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一句话 他说 我从来没有长大 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愿我们浦老师在不断生长的历程当中 不断的给我们带来角色的感动 带来人生的智慧 因为我们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今天的访谈 我们到这儿呢 先暂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现场签名环节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手捧我们心爱的书 请浦老师签名 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有序的组织我们的市民 依次按照顺序 我们排好队啊 排好队进行签名 好吗